到底呀 我看油管啊 而且俄罗斯自己说的啊 啊你看油管油管什么频道呀 呃 什么什么频道都有他们他们介绍就是俄罗斯自己说的 他们是谁呀 哎呀就是油管上的那些那些人呗 哪些人呀 比如说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啊 比如说美国之音 你是在美国之音上面 那你这边说一下呗 这边虽然翻墙是违法的啊 但是只要你不干什么 就是那个比较严重的事啊 然后这边你说美国之音 那这边我们这边直播间肯定有人那个 你告诉我美国之音 既然你很关注这个事嘛 这边并且你关注以后非常义愤填膺嘛 这边来进行质问嘛 那你相信肯定对这个事是比较 对吧 站在一个全人类的角度 你这边是肯定是抱一种很有的正义感的 你这边很很那个什么的 来告诉我们呀 就是美国之音 的哪一个账号油管账号 美国之音的油管官方账号 然后是哪一天 说几点 或者说几点可能为难你了 不是 美国之音发的是 俄罗斯说的 他自己说的揭露了 美国之音说俄罗斯说的 对 俄罗斯自己有的新闻 俄罗斯是通过什么指导的 我自己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你说你看到了 是 我说我说有这事 俄罗斯说自己那个有核解漏 而且你可以抖音也可以搜 抖音也可以搜 对 抖音也可以搜 现在就可以搜啊 不过列 和无人 也有 对吧 你可以自己搜吗 也有 对啊 我就说为什么这事不报道呢 就是近在咫尺的俄罗斯不谴责 然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强烈显得日本 那你来跟我说说看 俄罗斯哪一个核电站 那个泄漏了 还是泄漏了 然后泄漏的原因是什么 体量是多少 不是泄漏 这边是核污水吗 是吧 核污水就是那个 不是 它就是核污染 它就是核污染 核污染 怎么个核污染 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事故 就核泄漏了吗 对 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泄漏 是比如说天灾 荣祸 那我不知道 俄罗斯反正就这么说的 他说他自己核泄漏了 好吧 泄漏了多少 泄漏到了什么地方 伯利 哈巴罗夫斯克 泄漏了多少 那我不知道 也没说 他自己就是说核污染了 那个核污染了 对 泄漏了多少 那不知道 不知道 他也没说 是吧 然后人家有没有采取 就 有没有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采取了 采取什么措施处理的 应该是封存吧 应该是封存 为什么要应该呢 那就是封存 那就是封存 怎么又确定了 一开始不确定 怎么又确定了 好像记得是封存 又变成只是记得是封存了 反正又是封存了 就是封存起来了 是吧 比如说俄罗斯现在出现了一个核泄漏 然后出现了核泄漏以后 俄罗斯处理的 处理的方式是把这些泄漏的 无论是水也好 还是什么核原料也好等等等等 反正进行封存了 你看到这这个消息是 对 是不是 那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报道俄罗斯 何去漏呢 那他妈的跟那个日本的排放核污水 有个屁的关联呀 怎么就没关联 同样是核污染啊 跟他妈视上一样 真的是 我前面台的妈 你人家那个报道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 然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从你说的这个情况一样 我再三跟你确认 你自己说的这样一个情况 跟他妈日本有个屁的关联 日本如果辅导出现这个事故 要我们喷塌了吗 日本这边把那个核污水 存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说到了吗 我们喷日本喷的是什么 我们报道的报道是什么 报道是他自己主动人工选择 把核污水排在海里边 现在你自己说的是 人家说自己日本处理了呀 人家也那边处理的 处理的方式是进行封存了 那她妈是一个性质的事吗 跟她妈吃上一样 日本也处理了呀 你怎么不说呢 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呀 国际原子能组织 人家认定了 国际原子能组织了 你告诉我 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呀 你说谁谁 你不是日本吗 你不是日本人也处理的吗 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呀 那我怎么知道啊 人家就是处理了 好哥哥你差不多了 你表演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已经没有什么新活了 就要不就说这帮人是智障的呢 对不对 就你看啊 就是我确实没有听说过 就是俄罗斯就出的这个事啊 就即便在我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我不能确定那件事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单纯就通过他问的 最终问出来的 他自己嘴里边说的 俄罗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都已经能看得出来 他自己是二比了 对不对 首先 哪一个国家 理论上面来说 都有可能会出现 和泄露的这样一个事情 事实上面来说 也不止一个国家发生过和泄露 那英国的和泄露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其实英国和泄露的事件 这边的话 其实也不知道我们这边官方有没有 就是那种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报道 其实没有 我们官方报道任何一件事的话 这里面肯定是有选项 就是首先你第一 虽然大家都是泄露 但泄露所体量有多大 泄露造成的危害有多大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泄露那么一点点也是泄露 你泄露那边那么大也是泄露 那不可能说什么 泄露那么一点点 跟泄露那么大 所那个 在官方媒体上面所占用的 这样一个资源是一样的 英国那边泄露 大家知道吗 媒体有明确的报道吗 不是要明确的报道吗 有非常宏大的这么一个报道吗 没有吧 那你有什么可说的呢 那日本这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泄露是都有可能的 有可能是天灾 当然也有可能是人祸 但是泄露以后 你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才是决定你这个国家 那你不如说 切尔诺贝利的 苏联当时切尔诺贝利也泄露了 但人家是怎么做的 人家是拿命往上面去堆 然后这边 当然也不叫拿命 有那种就是信念嘛 我只能说信念 通过这种信念 对吧 然后去尽量的降低 他的这样一个影响 对不对 关键是看你怎么处理啊 我们喷小儿子 小儿子他渐渐在什么地方 我们喷喷在他什么地方 喷至喷 他这边不负责任自己的事情 他这边硬要让全世界的人承担责任 强行把往海里边去倒 我们喷的是这个呀 那你自己都说了 俄罗斯虽然是泄露了 你也不知道泄露的体量是多少 不知道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但人家也处理的 处理的方式是进行封存了 也没有到处乱排乱到 那你他妈拿着这个事 跟小儿子那边去比你比个屁呀 就这些人就是他的智商 就弱智在 就随便问他们几下 他们自己都站不住脚 我这边可能马上又下播了 12点我再连两个吧 就是有舰长先连舰长 先连一下风风 然后再连一下那个 一个叫联盟老司机的 说他知道这个事 那我先连联盟老司机 然后再连再连风风 就连两个吧 大家尽量缩减一下时间 因为又到12点了 又到12点了 喂 那个俄罗斯那个 就所谓的那个核污染 其实跟那个正常 咱们想象的核污染 不是一回事 那个咱们就是 他们所谓的什么 什么什么知音呢 在什么外网上 什么油管上看的那个 那个新闻是不准的 实际上那个污染是非常小的 然后那个 那个塔斯社 俄罗斯塔斯社 塔新社 那边就是进行了一个 非常详细的报道 就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 这个辐射源 就是类似一个像一个容器似的东西 然后很快就把这个 那个也不知道说从哪儿掉出来 就是那个东西怎么来的 没说 但是很快就处理掉了 然后这个这个事就过去了 而且在当地就是处理完之后 检测 所有一切就是辐射的指标 全部都是正常的 这个事就过去了 就这帮傻缺 还天天在那吵 啊 哥罗斯核辐射了 哥罗斯核污染了 你上那会拿辐射仪器你去测去了 你天天蹲那个 那个黑核边上 那个江边上 你去测辐射去了 辐射着你了 这个神秘 对吧 所以我就说的嘛 基本上没就是说我说的 我也是黑龙江的 我他妈黑核的 丢什么黑龙江的脸 那刚来那人也是冬美的 对吧 这边的话 刚才我就说了 虽然我没听说过这事 确实没看到关于这件事的冒道 没听说过 但是你从正常逻辑里边 你也要去分析两个事了 第一 不是说所有的泄露 都他妈是一样的呀 你泄露当然看 你泄露的这样一个体量 到底是有多少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他妈肯定是要看人家的处理措施 是不是一样的 这两个他妈都不一样 你说个屁呀 你来说一下这个事 嗯好的 那醒目留言吧 那肯定是要那个体检的 我说一下刚才那个事情啊 他说那个事情其实是4月份的 今年4月份 他那个说的核污染 其实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他这个其实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我们工业上用的那种就是呃 X光碳伤仪上面的一个配件 它是一个4135的一个容器一个胶囊 可能掉出来掉出来以后呢 就产生一些检测到一些污染 然后很快就处理完了 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那个核安全局和我们的这个就是当地的环境局也发过新闻也跟进过 然后处理完没有污染以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当时是有新闻的 这帮人呢就属于自己是瞎子 然后就觉得世界是黑的 这这么个情况 所以问他几个细节 他这边也是一问三不知 就是他信冲冲的上来了 我给你讲 对吧 就信冲上来 你看俄罗斯言人啊 你怎么不说 他不就是想表达啊 我们国家是那种立场决定屁股的啊 官方这边跟小儿子不对付我们这边就是喷小儿子 跟大毛现在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看大毛说这些我们都不说 不就是想表达这个嘛 就是智障那妈真关心这事 什么细节都不知道吗 那你看我几位那妈连线的大哥都知道细节呢 那妈一问他细节一问三不知 要么他就是一问三不知 他是一个弱智 对吧 要么的话就是他妈他知道这些细节 他故意不说这些细节 不说那妈跟小儿子差别巨大 然后这边过来带节奏 那不是蠢就是坏吗 经典的不就是不是蠢就是坏吗 对而且就随着新闻不怼到他眼前 他就当就不存在 就纯智障就这帮人是纯智障 行行行那我就下 我就说一下这个情况 嗯好的 我真的是你妈泄露的体量非常大 有什么理由不报道啊 真的是 就小儿子这帮弱智呢 就到现在还有人说什么国际原子能机构啊 什么数据啊 什么东西啊 这蠢的一逼 真的蠢的一逼 那他妈是什么 那他妈是淡水 就是如果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为什么要排 这不是最基础的逻辑吗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为什么要排 差不多了 我看那个 东京诸葛药 是不是刚才上来过 刚才跟我连办那人叫什么名字 就是他妈讲俄罗斯这个 我忘记他ID叫什么了 是是这个名字吧 就是他啊 我来看他这边 哎又跑了 我看到这边又升起雷败了 我想说是不是他 我说是他的话再上来看 他还有什么话讲 他跑了 新人看看他 喂 喂 你好 你好 我看看刚才说这个水的问题是吧 我是专专业人士 我有证的 就是我想证明 就是怎么说呢 给他们的稿子修改一个点 就是IAEA这个机构 他是没有资质来判定 这个他排出去的这些东西 进了人身体之后 到底有没有危害的 对啊 这个我也想你啊 虽然我们可以的 一丝六丁 我记着 不对 他是 他是一个办公室 然后分六丝 一个是 一个是技术援助级合作司 核能和核安全司 行政管理 研究和同位素 以及保障监督 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机构 是 是有关于这个 这些东西对人的生物毒性 以及放射性危害 他那个核安全是工程学意味上的核安全 所以说这个机构 他是没有资格的 或许哪一天 这个WHO放个机构 比如说他发个消息说 他这个排出来的东西 这个确实啊 确实这个量很少啊 怎么怎么样 喝了也没有事 对吧 那也请你们支持的人先喝好吧 你别往海里头来 就算 就不说你排的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你就算往海里面倒大分 也得谴责你啊 对吧 没有问题 确实专业 虽然 我没有听懂那几个司 是什么意思 但确实专业 就是他下属的几个办公室嘛 就是联合国 他联合国 他有各个不同的机构 他有联合国的司法机构 这个机构 那个机构的 就是分管不同的事情 所以说 就是如果有这个 我再科普一下 就是说这个证的话 这个证属于你是专业人员 你如果是申请那个 阿美那边签证的话 你得写上 要不然给你查出来之后 就给你锯了 好吧 这个确实超出我的这样一个力量 超出我的这么一个 所以说不要拿着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 他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可以发表他的看法的 但是这个东西他有没有专业性 就不代表他是一个他这个名头很大 他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国际组织 但不代表他在任何这个 关于辐射的这个方向 因为他毕竟叫做原子能机构 他更多的是你如何安全的使用这个能源 他是作为一个能源 而非一种有这个辐射和这个生物毒性的这么一个 就是他对待这些燃料 他对待这些物质 这些比方说布啊 或者是这个油之类的东西 他并不是作为一个具有生物毒性的 或者是这种放射性的一个毒素来对待的 他更爱他更注重于控制他的这个热湿控 以及就是作为燃料的热湿控 或者是腐蚀或者是一些化学上的危害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生物负极 其实以他作为一个放射性危害的毒素 毒素这个词 因为我这些东西都是在国外学的 所以说这个中文表达可能有些科保 这个确实对我们来说比较复杂 对 他作为一个放射性危害物质 他的这个毒素并不是生物毒性 就是说你吃下去 它积累在你身体的某个位置 就比方说我们说千中毒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困这个身中毒 这些东西是由于他替换了或者是影响了你身体的某个机能 而放射性它是一个照射性的 就是说跟他的浓度实际上没有关系 他主要是你这个身体接受照射的面积 就是说你站在一千克油面前 或者是你站在十千克油面前 就是你吃下去一块一千克的 跟吃下去一块一克的 当然你吃下去一千克可能人直接就噎死了 但是你所遭受的放射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对 好的 这个车是有点过于肺了 我们只要知道他确实是有害的就可以了 至于他有害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这可能确实暂时我在这个直播间里面 我暂时没有完全能够就是接受到这一波支持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有害的 但是你说因为这个事 他你就是说不吃海鲜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大可不必 我认为 当然你说个应吧 其实心里是挺个应的 但是 你在这个 反正我的 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可以 确实感谢科夫 反正只要直播间里面 有一个人听得很明白了 这边我就觉得已经可以了 反正我确实这边 我这边属于有点当机 这边走神了 没关系 所以我想主要表达的就是说 AEA 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组成 发表的这个声明 就是说可能可以排放 我认为更多的是出于这个工程学上的考虑 而并非这个就是放射性生物性危害上的这个考虑 所以说我不认为 或者是我也觉得 我们不接受他的这个声明 我觉得是得有理有据的 因为你毕竟不是研究这个 你毕竟不是研究这个安全 就是怎么说来的 卫生安全健康的这么一个组织 好的 行我想表达的就这么多 好的好的 这边胡律师确实对于专业科普 这边 那什么露窃了 在这边确实露窃了 现在那就这么说 今天要不就先到这吧 我知道木毛草帽和滴滴死死还想连 但这边就先不连了 明天吧 明天吧 那确实又太远了 太晚了 我今天出了个拆 出了个短拆回来 明天还要上班 我也想连一手头楼 如果还有手头楼的话 我就加个班 那这边算了 明天继续吧 希望明天还那个 今天一开始确实没什么活 但是呢 感谢手头楼啊 我实话实说 我再说一遍 如果这个现在直播间里面 还有手头楼啊 这边感谢各位手头楼啊 过来那么派送了这样一个活 希望你们明天还来啊 我们不见不散 哦对了 然后如果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手头楼啊 这个说毒夫的那一段啊 如果有哪位切片大哥做出来的啊 到时候可以at我一下 我要把那个切片发给毒夫看 大家记得啊 拜拜 我这边就下了 爱你们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